卡管案延烧 内政部长叶俊荣也被爆出 曾赴中国浙江大学兼职 他10号出面声称一切符合规定 专业部长潘文忠11号也强调 叶俊荣兼职只有27天属于短期讲学 是可容许的两岸学术交流 反观台大校长当选人管忠明 深陷20多项在中国教书的争议 至今却依旧不愿对外说明 比如像讲座教授 比如像有这样的一个博士生的指导导师 说实在话实在是由当事者 能够去一一的来对社会做说明 他才会最清楚 潘文忠呼吁管忠明出面事宜 但国民党立委柯志恩炮火猛烈 质疑教育部对待管忠明和叶俊荣 简直是双重标准 叶教授 叶部长是目前他第一时间 先把这个整个相关的情况来对外 亲自的做说明 但是管教授要来领导台湾的学术龙头 我认为这个担当跟诚信应该摆出来 潘文忠说重话认为管忠明该拿出担当和诚信 甚至首度表态如果确定查到违法 将不会核定管忠明担任台大校长 其实教育部已在10号召开首次的跨部会小组会议 处理管案 潘文忠没正面回答是否有结论 但教育部已初步对兼职的红线做出界定 中国进行短期课做讲学可以 不能涉及教职或研究职务聘任 如果管被中国的大学长期挂名教职 就得进一步厘清是否违法 原时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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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